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 请作答 请作答 不是缺工 资方 资方 劳方 所以是代表一个闷 就觉得如果是劳房的话 应该就是 比较闷那个心情 那现隐 应该薪资一直涨不上去 物价又一直涨 那劳工的心声 感觉没有被听见 然后又当然缺工 所以呢 可能要一直加班 工作量又增加 所以应该是蛮闷的 闷的 好 请公布正确其答 正确的答案是 B 闷 不错哦 劳方就是闷 然后资方就是缺 那劳方闷是因为 通膨的压力啊 然后心机一直上不去 然后被物价吃掉 对于资方呢 缺工 什么都缺 不过展望2024年 劳资方呢 蛮有共识的 接下来的字是 稳 大家都希望 事业能够稳步回升 嗯 好 请加4000 下面一题请出题 每天一杯咖啡让精神更好 研究指出 每天喝两到三杯咖啡 对男性有什么好处 A 降低阳尾风险 B 降低早泄风险 等一下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吧 阳尾归阳尾早泄归早 一样啊 我不知道 一样阳尾 阳尾是 阳尾连早泄资格都没有 阳尾是举起的时候 比较有困难 我了解 他早泄是 A little bit 早泄是可以 但是很快就下班了 对 是这个意思 来 请作答 我一题 很直接 怎么选啊 喝咖啡 喝咖啡 降低 好 降低 对 只有徐毅言选不一样 降低早泄的风险 因为我觉得咖啡利尿 所以就是 那不是更应该早泄 就是训练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那个 他的意思是 可能尿你可以存得住 有训练你的肛义所 对 因为我觉得 因为感觉起来阳尾跟心脏有关 但是你喝咖啡对心脏 也不是说特别好 对啊 所以就 相对A B来讲我就选B了 是用 对 这个一定是A 为什么 因为喝咖啡是提升心血管 降低心血管可能堵塞的功能 对 那如果有看那个许来峰博士的 对不对 契学博士 不是 因为早泄的这个问题是 敏感程度的问题 嗯 那有没有阳尾 就是说你这个血管 有没有通到末梢 所以我觉得应该A 我很肯定 真的有道理耶 对 那个血管通得到 但是你硬不久的那个去找早泄 会不会他看了这几周 每天去狂灌聊到三杯咖啡 我们每天都喝好吗 大家 喝到 喝到滴滴我杯的时候 脖子都硬了 太多了吧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降低阳尾的风险 但是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做了一个研究调查 如果你完全不喝咖啡因的男性 跟每天饮用85毫克到173毫克 咖啡因的男性来说的话呢 如果你是有喝咖啡的 你的阳尾可能度会减少42% 如果你喝更多171毫克到303克 咖啡因的男人呢 阳尾的可能降低40% 但是说真的 现在还没有喝咖啡跟早泄 正相关的研究 那何必那么麻烦 一洗澡都倒满咖啡 泡在里面就好了 那也太直接了 没有进到身体里不太一样 一面盒里面泡哦 泡了超多 请到旁边坐一下 这一瓶太奇怪了 是不是咖啡公司叫我们做的 坏人哦 好 这有医学根据啦 对 但不要喝太多啊大家 对对 加3000 加3000 到达了2万哦 下面题请出题 这不是常试吗 放凉 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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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说 诶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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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三个都答错了 真的吗 煮完直接放冰箱 假如说妈咪煮完都觉得很烫 先放着凉要再冰 不然冰箱会坏掉之类的 过来改变好像不是这样 不能放到凉 是吗 对不对 建议 对 当然他如果煮完直接放冰箱 感觉对食物最好 但是冰箱的压缩机 可能会坏掉 因为太热对不对 对 不过一般人的习惯 应该都是A啦 所以刚刚在犹豫 嗯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煮完直接放冰箱 那这题的重点在于是食安哦 那我们知道煮熟的米饭 它在放在室温超过两小时之后 就会开始有一个仙人长的杆菌 这种特殊的细菌呢 会引发肠的毒素 然后破坏力线体 跟你的能量代谢 那你毒素量会大量的累积 然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呢 便当煮好之后呢 先放在室温等粮 其实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最好的方式是煮完之后 直接放进冰箱 低于10度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对啊 上次我们毒物专家都有讲 东西不能放粮 你会产生细菌嘛 对 当然你不能说直接煮完 滚滚的就放 你稍微放一下有点降温了 不能等它完全凉 不会有细菌 大家长姿势 蔣惠请回来 谢谢 我们两万块累积到下一轮 引者权第三轮 你们都没拿走奖金这个奖金 来 第三轮第一题请出题 火虫看不到的波段 B 用萤火虫光的颜色 请作答 请作答 完了 有 有 三个选B 来 最后 最后案的 智佑你讲一下 为什么考虑那么久 这个我很难换 因为我是信义区 我不是大安的 哈哈哈 然后 不知道大安森林公园 到底有没有 萤火虫 如果大安森林公园有萤火虫 那应该是A 如果我们很庸俗的 我一般我就会选B 好 用萤火虫的光的颜色 那萤火虫是公的发光 还是母的发光 母的 全部都会 都会是吗 对 公母都会 对 来 好 选择A的建议 这应该是为了保护萤火虫 因为如果那个路灯是 萤火虫看得到的 会混乱它 那也会影响它的 球偶或它的飞行 所以应该是A 正确答案是 A 用萤火虫看不到的波段 所谓的萤火虫路灯呢 是指人类眼睛可以接收 但萤火虫无法接收的 590mm波长 这个琥珀色的光源 可以兼顾民众啊 夜间照明 而且还可以满足 萤火虫生态的保育 那这个发明 其实各国的萤火虫 萤火虫专家都非常惊艳 因为他们非常怕光 就像刚刚真一座说的 会影响他们球偶 甚至严重的话 还会导致他们死亡 也就是人可以观赏 但是它也不影响 不是观赏 帮忙照明而已 不然你是 登 观赏萤火虫路灯 不是啊 你看萤火虫 不会影响到它 对 来 两位 三位 请到旁边坐一下 谢谢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 Battle ATM